你好欢迎收看11月2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选战逼近距离投票日仅剩两天 而台东地检署表示 开始查期汇选后 已经接获超过200件相关汇选的勤资 从现今礼品汇选幽灵人口皆有 并已积压了6人交保21人 查获不法所得53万余元 而台东地检署也呼吁 如果相关的会选情资 欢迎通报检调单位 还可以获得高额的检举奖金 选战逼近 各层级的候选人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要争取选民们的认同 在投票日当天将神圣的一票投给自己 但却有不孝分子利用非法的手段 趁此机会进行买票 企图影响选举结果等不法的行为 台东地检署表示 自10月开始至今 已经接获了相关会选情资 超过200件 经过检调调查核实的案件数 已经来到21件 并已有数人 已经被羁押获准 目前本署已经收获的 情资及立案侦办的案件 总共有200件 那内容包含 就是现金买票是最大宗 另外还有餐会会选 礼品会选 以及幽灵人口之类的都有 从10月至今 总共执行了21件的案件 那其中总共申请 法院积押财准是6人 那另外交保的部分是21人 本署在这次的查契的当中 特别有就不法所得的部分 也进行查扣 总共是查扣不法所得53万 台东地检署也呼吁 如果民众有接获相关会选的情资 欢迎可以向检调单位进行通报 如果经过检调调查属实者 检举人将可以获得高额的检举奖金 距离选举倒数两天 那我们也再次的呼吁 候选人切勿以身释放 民众若有收获相关的会选的情资的话 请欢迎拨打我们的检举专线 0800 024 099 转四 我们有专人来为您服务 可以获得我们的检举奖金 谢谢 随着选举日倒数两天 检调单位人士马不停蹄 调查各会选相关的案件 检方也表示 选举是为了选贤与能 呼吁各候选人 以及不肖分子 切勿心存侥幸 以身释法 避免身陷淋鱼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